第四百五十七集 就由徒儿叶晨守护你吧 不管是眼前的洪涛 亦或者上古宗门道宗 我都会亲自毁灭 将这些畜生拉下神坛 远处的段怀安自然感觉到 叶晨身上溢出了强大情绪 他有些疑惑 不是疑惑叶晨的情绪 而是疑惑 这个面具青年 竟然有着似曾相识的感觉 这个感觉很强烈 有那么一瞬间 他甚至觉得这个青年 就是离开昆仑须快一年的徒弟 叶晨 不过他很快摇摇头 自嘲道 叶晨那小子 怎么可能出现在这里呢 看来这几天恋丹 有些扰乱心神了 而一旁的洪涛 将心中的愤怒压制 脚步一踏 地面震动 三尊丹顶骤然而成 丹道极其复杂 不是光靠炼丹就能成就无上丹道 所以这一次总共对比三局 这也算是我对你们最大的仁慈 否则太过碾压就变得无趣了 第一局考验的是火焰操控之力 这三尊丹顶之中都有着一颗半成之丹 我命人用术法封禁 一旦开启 如果火焰不能把控好 丹顶便会碎裂 谁能以最快速度将这半成之丹化为成丹 便是胜出 我已经算人质易尽了 就看你们有没有机会掌控了 现在你们随便选择一个吧 免得说我动手脚 雨落 段怀安选择了其中一座登顶 洪涛看向叶尘 小子 改你了 叶尘随意道 紫涛 你先选吧 我嚷嚷你 你 洪涛冷哼一声直接选择了段怀安旁边的一座 而叶尘则是默默的走到剩下的那座丹顶之中 阵法封印着丹顶 一旦打开便是继续练丹之时 手段倒是不错 洪涛见所有人都就位 脚步再次一踏 丹顶 开 三道阵法齐齐碎裂 浓郁的药香溢出 同时丹顶震动了起来 段怀安知道这是他的机会 不再犹豫 手指掐绝 竖法形成 一道火焰直接凝聚 火焰固然不大 但是却精细地操控着丹顶 不管如何 这一局一定要拿下 洪涛看着段怀安的火焰 冷哼一声 这种垃圾火焰 还妄图胜过我 不自量力 下一秒 他五指摊开 手心瞬间出现了一道青色火焰 青色火焰一出 他面前的丹顶竟然悬浮在半空中 火焰包裹竟然有些画形 形状仿佛是一头丹顶鹤 这是丹顶之火 据说只有丹道天选之人才能拥有 不愧是洪丹尊 这一局看来真的碾压 虽然简单 但是丹顶之火一出 结局很明显了 人群赞叹 洪涛很是享受 大概只有五分钟 半程丹药就能彻底形成了 突然他想到了什么 段怀安的火焰 他是看到了 但是那小子什么火焰 好像没有动静 他一边操控火焰和丹顶 一边向着夜沉的方向看去 这不看不要紧 一看他差点吐出一口老血 那小子现在做的事情 的确和火焰有关 但是根本不是炼丹 而是指尖生出一道火焰 然后 然后居然在点烟 甚至靠在丹顶之上抽烟 人群也是注意到了夜沉 一个个表情几乎实话 这也太不当回事了吧 段怀安专心炼丹 顾不上看别人 纵然耳边嘈杂 他依然沉浸在面前的丹顶之中 但是红涛忍不住我 他甚至发现这面具青年就不是来炼丹的 而是闹事的 小子 你最好搞清楚这是什么场合 一旦你输了 后果不堪设想 我劝你认真点 夜沉抖了抖烟灰 扫了一眼红涛 黑涛是吧 我这人一向尊敬老人 让你一根烟的时间 红涛气得浑身发抖 差点丹顶因此而碎裂 他一个圣级丹尸 居然还要你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子让 开什么玩笑 他瞬间反应过来 说不定这小子就是段怀安安排的 为了扰乱他的心神 让他失败 他不再多想 认真炼丹 快速让丹成 虽然不在乎夜沉 但还是时不时扫了几眼 留意了几分 不多时 夜沉的一支烟终于结束 他能够感受到师父的丹顶还要几分钟 就要成了 而红涛显然更快 只剩一分钟 后者嘴角已经露出掌控一切的笑容 红涛再次看向夜沉 冷笑道 小子 怎么样 还继续炼丹吗 夜沉没有说话 闭上眼眸 数秒之后 眼眸睁开寒光闪烁 同时五指张开 眉心一道火焰射出 不灭之火 出来 轰的一声 一道璀璨的火苗直接燃烧 瞬间化为一片火海 吞噬了整个丹顶 不灭之火的出现 让整个世界的温度 仿佛都上升了几分 更为诡异的事情出现了 红涛那手中凝聚的丹顶之火 就好像碰见了什么恐怖的东西 直接离开丹顶 向着四面八方散开 仿佛是在逃窜 红涛根本想不到事情会这么发展 原本悬浮的丹顶 没有火焰操控 直接落下 清脆之声 响彻在整个广场之上 这一刻 无数道视线 集中在广场之上的 那对碎片上 丹顶本就处于紊乱状态 一旦失去火焰 内部进气和力量环绕 哪怕接住必然碎裂 但是这碎裂的可是 红丹尊的丹顶啊 那个足以碾压众人的红丹尊啊 杀戮之地的丹道王者 这个男人注定在丹道上 拥有着绝对的话语权 可是如今却是失败了 甚至让人感觉 红丹尊有些狼狈 场下寂静到极致 在场大部分人 连呼吸都成为了奢求 他们微微抬起头 看向红涛 却发现后者宛如雕像 一动不动 脸色铁青 渐渐发黑 身躯甚至开始颤抖 他拳头握得紧紧的 手臂的青筋不断暴起 瞳孔之中的傲气消失 只剩下猙獰 一股无形的怒意 仿佛在疯狂燃烧 失败了 他红涛竟然失败了 如此简单的东西 他居然失败了 他怒目射向夜晨的方向 他知道 一切的罪魁祸首都是这个面具青年 如果不是那青年的火焰 他的丹顶之火 绝对不可能在控制下离开 当他看到夜晨丹顶环绕着火焰 眸子微微一缩 这火焰竟然带着一丝神通之力 简直和炼丹完美契合 怎么可能 世间竟然有如此火焰 关键 这火焰竟然被一个区区超凡境的小子掌控 此刻的红涛 脸庞的猙獰突然转化为狂热 如果他得到这火焰 丹道绝对可以跨入圣王境 甚至更高 甚至有资格挑战丹盟 他一定要得到这火焰 不惜一切代价 段怀安自然注意到红涛的失败 眸子充斥着喜色 再看向那操控火焰的夜晨 他心中感激万分 他本来不指望出现奇迹 但是这个面具青年的出现 却是给他带来了奇迹 不管如何 这一局 红涛已经输了 输得无比难堪 医神们还有救 突然间 一道清脆的声音响起 段怀安恍惚了数秒 然后猛地向着面具青年的方向射去 单成了 居然单成了 段怀安虽然没有太多注意 那个面具青年 但也是知道 那小子是最晚开始炼丹 足足一根烟之后 那半成之丹 在这家伙的手里 只不过经历了几十秒 居然就单成了 什么时候炼丹变得如此神速 杀戮之地 哪有这种妖孽 莫非是昆仑须 丹蒙出来的天才 无数疑惑 在段怀安心中缭绕 原本他认为 这青年向夜晨的推断 也彻底打笑 夜晨那小子 虽然在炼丹之上有些天赋 但是和这个面具青年宛如鸿沟 一个天一个地 差距太大了 而洪涛剑单成了 表情却是无比难堪 哪怕他丹顶不悔 也不可能如此快地承担 这小子抽烟不是所谓的放弃 而是不屑 深深的不屑 这小子就是在羞辱他 而此刻的夜晨将火焰慢慢收回 一切消失 他心中冷笑连连 和他比火焰的操控 他这两天同时炼制四十九尊丹顶 同时操控四十九道火焰 眼前的鄙视对他来说 简直就是小儿科 还想赢 红涛拿什么赢 夜晨抬起头 饶有趣味地看着红涛 淡淡道 红涛 怎么样 你服输吗 如果不服 可以再试试 臭小子 我再说一遍 我叫红涛 洪水滔滔的红涛 红涛彻底怒了 被人无休止地改名 谁能忍 如果不是台下这么多人看着 他早就出手了 当然 他如果想杀这小子 有一万种方法 他要光明正大的让这小子输 更是光明正大的 剥夺对方的神奇火焰 眼下只不过输了一局而已 接下去两局 他不会再犯这种低级错误 这小子哪怕有逆天火焰也不行 火焰只能辅助炼丹 但是炼丹真正需要的便是经验 几十年几百年的经验 以及无上丹方 他冷静下来 看了一眼不远处的段怀安 对方的丹药已经成功 这一局 无疑是他垫底 对方的丹药也不远备 对方的丹药也不远备 对方的丹药也不远备